这个阶段我们要特别透过视讯连线 跟台大医师李宾颖医师连线 李批你好 大家好 李批今天本土的确诊的案例有下降 那这个陈时中在接受媒体的访谈的时候 曾经表达说这一次这一波疫情的高原 可能6月10号以后有机会反转 你怎么观察这样的疫情的发展 真的6月中夏以后就会反转吗 大概是这样子啦 只要是看国外的经验 国外的经验就是到了那个 当我们解封了以后 大概那个疫情会上升 疫情上升到1到1个半月的时间 这会出现所谓的转折点 就是他会从高峰就开始往下降 那我们到现在已经一个多月了 从5月初开始出现疫情到现在 所以最近这段时间可能会出现转折点 他可能会慢慢停稳慢慢下降 好那我们的感染率可能在这一段时间拉到一成 甚至可能有一些低估拉到两成吗 对就是这是根据我们以前对于流感 流感如果突然发生突变的时候 他们一波的疫情大概10%到30% 人会得到感染 新冠病毒大概也是这样子 我们看国外那个像南非他们的研究 他们经过了三波疫情 三波三波了以后 我看他们的那个人口的一个抗体洋性率 差不多是 百分之七八十之间 就是平均讲起来就每一波疫情 大概就百分之二三十的人得到感染 那所以我才说那个通常新冠疫情不会只有一波 我们现在这一波如果过去以后 以后还可能会有第二波第三波 那每一波的话累积感染越来越多的话 它的流行规模就会越来越小 好那除了这个疫情可能起起落落一波又一波之外 另外一个部分请教你 台湾本地的儿童的重症比率 外界判断好像是偏高 累计到今天事实上36个重症16个死亡 那今天比方说也有一个触目惊心的新闻说 八个月大的女婴 他染疫确诊然后就快速的败血症病逝 你怎么观察我们儿童的案例当中 有这么高比例的重症跟死亡 而且他的发展都很恶化而快速 这个在我们的学术上还不太知道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只是我们观察到的现象好像是 新冠病毒感染儿童以后 我们台湾出现脑炎的严重病发症的比例 个案数好像比国外报道还多 当然这个不是一个很精确的一个比调 只是从初步的一个个案数来讲的话 我们有那种印象有那种感觉 那我觉得就是说一个 一个族群一个儿童 他的脑炎发生率太高的时候 大概总是说不定会牵涉到个人的因素 因为我们已经从基因的分析上知道说 有一些那个所谓的基因多形性 就是基因的一个变异 他也会影响到我们对流感 或者甚至对新冠引起那个脑炎的一个机率 这个基因的调查是大概 大概不止一个研究的单位 有在正在进行之中 这让我想到那个1998年的谈病毒711型 谈病毒711型其实在世界各地都有 但是只有在匈牙利、普加利亚、马来西亚跟台湾 曾经发生过非常多的儿童脑炎 然后那个门爆性的死亡的案例 那会不会是我们这些族群呢 他们得到这个病毒感染以后 比较特别容易产生脑炎 这个也是我们要去关注的一个地方 好那另外一个部分是 我看到媒体新闻报道 这里头儿童的重症当中 还有相当多的比例的案例 是儿童神经血重症 什么叫儿童神经血重症 这样的重症会不会有后遗症 神经血的重症大概就是 新冠病毒感染以后会 除了引起脑炎以外 它还会引起其他的问题 像是多发性神经炎 就是我们讲的病人百类新种 那或者是其他的那个神经的障碍 一起合在一起叫做神经血重症 不过对于这个生命威胁最大的 还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新冠病毒引起脑炎 而且它侵犯到生命中枢的时候 它会发病会很猛爆 一下子修特 说不定就很难救回来 就有点像是我们以前看到 像病毒基石疫情的那个脑炎一样 好那李批另外一个部分请教你 白宫方面事实上传出来说 可能针对5岁以下的幼儿的疫苗 给予这个紧急的授权 那最快可能6月份的21号期 美国就要施打5岁以下的疫苗 那5岁以下当然也包含 有一些是刚出生的幼儿 说不定才出生几个月 请问一下他们可以打疫苗吗 或者他们打疫苗的时候 有没有哪一些要注意 那如果他们也比较不会表达 他们的不良症状 那这个要怎么样来处理呢 儿童年纪越小的话 我们通常会认为他们 是比较脆弱的族群 所以我们有什么新的药物 或新的疫苗 他们都是最后才去做临床实验 但是并不代表说 这些药物或疫苗 对他们是特别危险的 那新方疫苗包括RNA疫苗 这些他们已经开始在做 5岁以下儿童的临床试验了 那现在大概是有一些 那个研究报告出来 所以才可能会考虑说 5岁以下去做一个紧急授权 那通常5岁以下小孩子 他们打疫苗的以后 他们发生不良反应的时候 家长还是会知道了 因为我们现在 那个2岁以下小孩子 打了几十种的一个常规疫苗 那那些疫苗有的时候会一体发烧 会一体肌部肿痛啊 那这些都是所谓的轻微的副作用 那对于这个新冠疫苗打在5岁以下 看他们初步的研究结果 他们的症状呢 其实跟那个大脸族群 其实差不多 那发生率可能有的时候 比大脸族群的发生率 还来的第一点点啊 那儿童比较不容易表达的 大家可能就是说 他如果头痛啊 全身酸痛他不会表达 但是其他的症状 我们还是也看得到 那根据5岁以下 临床实验的结果 如果新冠疫苗 并没有产生一些 一级外的奇怪的一个反应的话 那他还是有可能会获得紧急授权 好那除了这一个 5岁以下的疫苗的部分 如果美国施打之后呢 台湾也有可能跟进之外 另外一个部分请教你 日本事实上也要打开国门了 那台湾如果阳性率跟感染率 都已经拉高了 台湾是不是边境的管制 也可能调整 那也有可能直接打开国门 我想这个就是要看指挥中心 还有那个我们的咨询委员会的专家 大家共同去讨论 那我个人的意见是觉得说 当然如果当我们的那个疫情 到了某一个阶段 那在出国的那个兰疫的风险 跟在台湾内部 没有很大的差异的话 那边境的管制当然是可以考虑放松的 好非常谢谢台大医师李批的连线 谢谢李批